张仁铭 张大哥 你好 贵云 你好 你大姐 姐 我们去的时候在业主家 干活呢 现在活挺多 活挺多的 挺忙的 反正是抽时间多的 这边来过没姐 来过 干活也从那边来过 反正房子也挺多了 老小去 四十年了 四十年了 大哥是这样 就是这个房子吗 这不是他原来是单位分的福利房 对 福利房 这不是两家吗 你看 两家 对 等于两家 这家没啥人住 大哥把旁边那家买下来 就中间的那边 这个大哥屋里头来瞧瞧 来 瞧瞧 穿鞋呀 没事 没事 对 反正屋就是这么一个屋 外边那个就是卫生间和厨房 这老房子也就是这样的事 它不像新房都是通透的 养这么多花呢 习惯 养花 然后门口有一个葡萄园 大哥已经种了自己 在这个小地上 种了十多年葡萄了 也不是为了挣钱 反正就是爱好 对 外边还有那个啥 来 看看这个 这有一个 自己摘了好多樱托树 哎呦 啊 还是生活上比较有情调的一个人 一般吧 演员好像不是那么 长得好像就是太老了 实在 反正我的就是我的原理 我的想法就是这样的 这个事情不 不是说广靠演员 而且就是这样的 相互之间了解 是不是 我相中人也不一定说就是相中我 不行 个小他们俩哥 愁眉演员 我说那假那啥假呀 那是 哪儿不行啊 那屋里那都不行 多破呀 这生活环境为主 这屋里的呆 谁呢呆不了 呆不了 初次见面 张大哥和于大姐都没对上演员 但张大哥觉得 演员不是最重要的 关键呢 还得看人 于大姐这边呢 经过红娘的劝说 也同意在了解一下大哥的为人 不客气 不客气 哎呀不用客气 帮上来 谢谢 谢谢 谢谢啊 没退休呢是吧 没有 还有四年 还有四年 在什么单位呀 即化花墙接暖的工具 大哥现在 大哥是水暖工具 水暖现在在外边 其实就是给别人干 这个也挺多的 咱们来我家估计没啥事 大姐经济上不愁啊 但这件事情就是啥呢 你经济不愁 与我没有一抹情关系 就你再富有 你就是两口之间不好 我这可量就是不动你 我只管咱们干活 回家把枪夹一揪 就完事了 我讲了以后 退休工资卡 我都不想留 那我心里挺高兴说的 挺实惠个影的 实实在在个影 简单了解后啊 于大姐对张大哥的处事态度 有了初步的认可 而此时的张大哥 也还有个疑问 想问问于大姐 这个问题我想问啊 你说吧 打个比方说 你我之间真有缘分 走到一起了 你还想出去那么干活去吗 我啊 我决定还是不能在家呆了 因为我最起码 我还得再干三年到五年吧 那我是必须得干活 我不可能不干活 这个时候我跟你说 不管我是找有钱的没钱的 我都得干活 为啥 因为我资格加花 我自己自力生生 我自己挣钱 我自己花房 我不想花任何人钱去 咋大哥啥意思啊 是希望找个伴 干不干呢 不干呗 那不干那你挣些钱 那也不够花呀 那能够花吗 那又不就好了吗 我从内心来讲嘛 我不想让它再处于 这么奔波挨泪 就是我呢 就是目前来讲 就这个条件 是不 就是咋呢 肯定是养活人 估计没啥太大问题 其实我现在 我啥也不干 我也没啥问题 我不干决定是不行 因为我这个人我待不了 就说咋两天之间 不会就 没必要说那么太辛苦太累 我大哥还是挺心疼女的 人也挺好的 说话唠嗑也挺好的 哪方面间说 这说话唠嗑啥的 我都挺心中的 张大哥的周到体贴 和为人的方方面面 都在于大姐这儿加了分 但遗憾的是 思来想去 于大姐还是觉得 在她心里 始终有个坎 迈不过去 这家我没太心中 这种房子我就不惯 现在来讲就是 我这两家 要我一家 就我丑子来弃 可以这么说 对这种房子都不行 要我一家我找就整了 对 没法整了 那假如说 要是真是说大哥可惜的 没有房子住你 我那不行 我那一个 这一个小 这一个王家还有孩子呢 那孩子不跟你一块生活 不跟你一块生活 你再说 你孩子会回不房里吗 我理解没事 人与人之间 都有自己这么大事 是不是都有自己的理想 也有自己的追求 你说咱做个朋友 没事没事 真的 要说于大姐真是好样的 她觉得再苦再累 花自己挣的钱 这心里面才踏实 大姐说 瓜大白这活挺赚钱的 一天好几百 但是也真累人 胳膊一举举一天 晚上疼得都睡不着觉 但是即便这样 再找老伴 她也没指望说 找个养活自己的人 对方有钱没钱 根本无所谓 只要是俩人能投心对异 就行 对于张大哥呢 她觉得在演员上差一些 所以啊 这次相亲也就结束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的红娘又给张大哥 介绍了 马玉华 马大姐 马玉华 五十六岁 离异 退休机 一千四百元 居住地 吉林市 无处房 姐啊 这个啥 家里这么多人呢 这都是谁呀 这是我妹妹 这是我侄女 一瞅这家人 长得都好看一样 我在我妹妹家住 这个是妹妹家 对 这是妹妹家 不是我家 那你没在家等我呢 我没家 所以我自己一个人 我这么多年 在外面打工 就是公司黄了吧 我原先给一家公司做饭 那这家公司黄了 我就回我妹妹这来了 我是刚回来 原来呀 马大姐之前 一直在哈尔滨的 一家公司打工做饭 一个案就是十年 最近因为公司黄了 她才来到 吉林市的妹妹家 赞助一段时间 这次正是妹妹主动 给她在原来不晚报的名 希望姐姐能早点找到幸福 我姐姐一个人 常年在外面工作 不干了就回来了 我说你就 这个岁数的话 就找一个饭吧 好了 经常看你们这个节目 我说这个挺好的 就给你报名吧 就是找一个本本分分的 算量一点的 真实意过日子的 找一个本本分分 真心实意过日子的伴就好 这是马大姐最朴实的愿望 因为那些年她受的苦太多了 我夜生活起码得有二十多年了吧 这么多年了 她是 我们家因为她高企业的 后期她就是那个 学坏了吧 回来喝点酒 然后就是打我 我那些孩子小啊 我就现在能将一过就将一过啊 马大姐说 当初为了孩子 她还是想维系那个家 但后来周围的风言风语越来越多 直到有一天 她遭遇了一次不堪的经历 我后期那个 我就是搁哪呢 搁就是那个 临江门也不有客栈吗 我那样我抓住的 她是长 她是总出差 总出差 她是搁临江门 她是老 她是她那个点 上那 上那 他们刚我上出差了 就是跟这女的走的嘛 你是有别人给你通风报信的 你去的 那你去的那个地儿是一个驴垫 对啊 我上次房间一找 看那女的真格的 进去 我俩打个罗圈杖 我打那女的 我老公打我 都说 时间是治愈伤痛最好的两腰 如今再次提起自己的婚姻经历 马大姐做到了一笑而过 但随后说到孩子时 她内心的痛却好像始终都没有抹去 我那种家人管她要孩子都不给我 而后来就是我要看孩子 我要看孩子 她给我领 领 领 就是我们苏兰那块有山 给我领山 给我揍 给我好弄揍 我一看实在没着了 我就 就从那那以后 往我就是 直接我就走了 我将近 得这么说吧 十年 没看着孩子 那十年 马大姐承受着多少思念和煎熬 也许只有她自己才能真正体会到 等了十年 盼了十年 2010年 前夫终于烧来了消息 同意马大姐去看看孩子 那相见的一幕 让她心如刀割 如今两个孩子都已成家立业 马大姐自身也没有任何负担 人到晚年 她更需要的是一个能陪在身边的伴了 我现在特别想强烈想找一个家 因为现在一个孙孙了 我不能天天在人家 我外边也干够了 我希望找一个老伴回来 起码一天 就是俩人没事说说笑笑的 没事出去滤滤游了 或者愿意干点啥干点啥了 对于找伴 马大姐的想法朴实又简单 其实我没啥太大要求 一个对我好 一个有防 一个有保障 就完事 马大姐就想找个对她好 能给她一个家的另一半 张大哥又会不会是 她期待的那个人呢 广告回来 相亲开始 大哥 这是拎点水果来的啊 不行吧 咱头一次上来 咱们得是不能空手来 行 行我大哥呀 姐我们来了 你好你好你好 谢谢 好了谢谢啊 大哥从外面找了好半天水果店 说头一次上来 你空手不太好印 是吗谢谢了啊 这你俩正式介绍一下啊 张仁明张大哥 马玉华 马大姐 你好 你好 这个是大姐的妹妹家 就是这个美女 妹妹俩在这住呢 大姐是一直在哈尔滨那边 给宫来着 然后是刚回这边 这边没有房子 所以说暂住妹妹家 就是这么个情况 这个演员在呀 嗯还行 人印象确实不错 还可以 还可以啊 大哥买点水果感觉怎么样 不错 嗯从这样吧 还挺有人情味的 这么说 我就属于个外面打工 没有什么工作 我就现在就是 自己交的那个社保 约开1400多钱 我现在还没退休 你现在没退休呢 嗯我还有十年 退休反正三十千块钱 没问题 现在有活我就干 一月三千块钱没问题 获得去就可以 国际的这个要求 它不是简简单单的 嗯 如果它真 就是你看我以前开 一个月开1400多钱 如果我要真要相踪它的话 它真要是就是 如果它这个月 又要是挣不来钱 我也可以给这钱拿出生活 它不是说我就找你 就给你花你钱 我钱不动 我都没有这种想法 你不会非得你的我的 对 是钱你的钱是他 他钱是你 两人心里往一块使 对 这个吧就是这样呢 你有多少钱是你的 你何止人情啊 或者是给他花呀 是不是 家的生活不好 我是男人 我就为这块负责任 我公司是啥 我就是 往家一交就完事 咱俩吧 这时候想走在一起 就是一家人是吧 没必要是分地 你分的你的我的 或者是整地 是不是 你这话说得 请管人心的吗 你得这么说吧 今天是我们走到一起的 就是我不能说可以给你带着多大幸福 但总的来说我能尽我最大的努力 我得拿你当的妻子对待 如果你要是真有 我是天真正专业 或者是啥地 我没有钱 我应可卖房子 我已经看病 那我得谢谢你了 听大哥说这话 你最起码一个心理 挺舒服 挺舒服 对 确实挺舒服的 张大哥的一番话 直接暖到了马大姐的心里 看得出来 俩人对彼此的第一印象都很好 但此刻 在张大哥的心里 还有一个担忧 要告诉马大姐 我现在唯一就是 那女装不足的 就是红娘上门去看了 就是房子不是那么太可惜 对 我过去单位付的福利帮 那个房子稍微老一点 就是不是那么新 然后那个大哥把旁边 那个中间那个住屋 也给买下来了 我不介意这些 我根本不介意这些 我爸一点介意都没有 只要是由我住地儿就行 就是说大点小点 新点旧点 没事啊 对 担定利索就行 只要人好就行 那我觉得你俩真的是太合适 马大姐根本不介意 张大哥的住房问题 对他来说 只要能有一个安稳的家 就足够了 这让张大哥放下了担忧 随后他又跟马大姐 说起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 如果咱俩真的是有缘分 想有心思想走到一起 你想登基不 那我肯定想登基啊 我也想好好活日子 谢谢 大哥的意思是大哥想登基 对 不登基不 不可能是跟任何人 随随随便便在一起 不过